現代歧視路 帶您看見台灣新西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偉 歡迎收看現代歧視路 說起太極拳 你應該會立刻想到 武當派的開山祖師張三豐 只是這一位在京東小說裡 武功蓋世 內力深不可測的絕頂高手 真的就是太極拳的創始人嗎 太極拳演變到近代 出現了不少武術宗師 其中將太極拳套路 簡化普及 廣泛流傳的關鍵人物 首推清代武術家楊露禪了 楊露禪失從陳家溝陳長新 但是相傳陳家全不外傳 當年楊露禪不惜莊雅 醒起才有機會偷全學藝 這是真的嗎 據說楊露禪有一招 讓手中小鳥飛不出掌心的絕技 這招鳥不飛的真相又是什麼 請看資深記者王衛京 陳為佑的深度報導 都說天下太極出武當 太極拳源起果真始於張三豐嗎 在正史裡面並沒有談到張三豐呢 創立了這個太極拳這件事情 太極武學有何身世之謎 近代太極又有何起承轉和呢 崩東河就寫一副對聯 稱讚楊露禪濟壓群雄 他的功夫就是太極拳的威力 正濟壓所有的人 楊露禪的學拳始末 要從這裡開始說起 楊露禪呢 他是1799年出生的 楊露禪一開始學拳的動機呢 真的是正著於陳常新的功夫高強 陳常新的陳嘉全有一個規定是 全部出陳家公 就是陳家人自己學 但不見得是陳家郭來 就不准傳給外傳 為什麼呢 因為武術是一個門戶 身建非常重的情況 在當時古代社會裡面 不只武術 像是文學都有 那派別分得很多 那陳家全就希望這個拳 能夠留在陳家 不要外傳 那不外傳 你要想學就很困難 所以他在被拒絕以後呢 就用這種裝聾作啞 當興起的那種方式 就是成功地打進到陳家裡面 可是沒有辦法學拳 沒有辦法學拳 他用偷拳的方式 這是武俠小說影視劇中 廣為流傳的楊露禪偷拳 強斷 楊露禪假裝啞巴乞丐 混入陳家偷學武藝 只是楊露禪 失從陳長新 卻有此事 但其餘情節都與史實 憂遮不小落差 河北永年呢 就是楊氏太平權的發源地 楊露禪就是永年的人 那很長時間都住在永年 那我要引述永年人的說法 其實楊露禪家裡呢 在永年是開煤礦業的 爸爸為了他見多事廣 把他請去一家糧行 去做火器 然後呢 這個糧行對面 正好就叫太和堂 太和堂是一個 陳家構的陳姓族人 來永年開這個藥鋪 當時陳長新因為走標 押送了很多珍貴藥材 到太和堂 於是楊露禪就有機會 認識了陳長新 乃至於拜陳長新為師 那往後十幾年的時間呢 楊露禪就隨著陳長新 在河北河南這一帶走標 陳家在陳家溝 本身就有了砲槌這套泉路 有人說陳長新所學的拳術呢 是由祖上陳王庭傳下來 那有另外一說呢 是陳長新打的 並不是祖傳的砲槌 而是由蔣發來教他的 特殊的拳術 而當時這些特殊的拳術 都還沒有叫做太極拳的名字 都是叫做占拳 黏拳 黏拳 都是有其他的名字 那麼太極拳之名從何而來呢 是否與這位武林至尊 有所關聯呢 張三豐其實他是一個存在的人物 可是他是介於這種 神話般的人物的存在 他的世紀是很緹緹的 很難理解的 那為什麼說張三豐是 太極拳的這個祖師 那主要是清朝初年的時候 黃中熙他在這個 為一個將軍做一個 木製名的時候 叫王征南木製名 在裡面呢他就說到 說這個太極拳是張三豐 所研發出來的 從此以後就是太極 張三豐就掛在一起 後世的武俠小說 或者是電視電影裡面呢 都會去演繹這一段 說張三豐創立了這個太極拳 所以天下武功出少林 但是天下的太極也都好像來自於武當 就是變成武當的太極拳呢 就醬有名 可是在歷史上面來講 是沒有談到這件事情的 這樣的傳說呢 其實中國呢 三百六十五行 行行出狀元 行行都有各自的祖師爺 所以說太極拳要奉個祖師爺呢 張三豐顯然是一個最方便的人物 太極拳並非武當張三豐創始 甚至緣起已經不可考 但是太極拳的流傳軌跡 可以從這位明代明將的著作裡 找到寫蛛絲馬跡 七季光裡面的季孝新書裡面 所寫的這個拳經 它實際上是為軍事用途 也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晉升搏鬥 最有效的 最有效率的一種進攻的方式 它就是長拳 那這個長拳方式呢 其實它是搏鬥用的 在陳家溝的陳家 在他們的祖僕裡面 就認為是陳王廷 創立了這個陳氏太極 那陳王廷是跟這個李延 還有李仲兄弟 他們就是同一脈的 一起從七季光的這個全經裡面 就是去得到一些啟發 那麼這套拳書又是如何 被定名為太極拳的呢 太極拳用太極這兩個字 來當作拳書的名字呢 永年人的說法是 楊露禪跟著吳允鄉 到了北京 到了白雲貫的時候呢 跟白雲貫的道長 有了一些交流跟互動 然後也看了王仲岳的 寫的太極權論 那看了王仲岳寫的文章之後呢 就覺得用太極這個名詞 來形容目前他們用的這個武術 是最恰當不過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 把太極來灌在武術上面 是在楊露禪跟吳允鄉 去了北京的白雲貫之後 所領悟到的心得 那當然這是河北永年的說法 但不見得是廣為接受這個說法 他有個功夫就是 他的腳下那個立裝很厲害 他有一個錯話叫排位大人 什麼意思 大家打他都不會倒 他的招式是因為大架 什麼 就是我們所謂的實戰性的 一般會認為城市的太極權 是比較剛蒙有力 所以比較偏向外加權 看清楚沒有 這招向野馬奔鬆 楊氏太極權呢 緩慢 舒展 大方 看起來好像比較適合 年紀大的朋友來學習 那其實真的練到骨子裡的話 一樣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楊露禪朝夕苦練 寒暑無見 習得一身太極本領 他融為了城市太極既有套路 加入自己的領悟 據說楊露禪有著一招 精妙入圍的掌中絕技 而這不禁讓人聯想起 云Re 成員 我們看金庸的小說 車容易 Sean 看到楊過抓麻雀 activist 拿手 把麻雀放出去 然後用他這個巧妙的手法 让它们飞不出它的掌握 也就是鸟飞不出去的原因是 它可能被很多只手很快地 给拦下来了 可是杨露禪的却不飞是 放在手掌上 要让它飞走 它飞不掉 金庸写的时候 可能把这个功夫 来跟那个小龙女的原型 放在一起 这张鸟不飞 究竟只是夸大虚构的武术传说 还是真能靠苦练太极练就而成 在太极拳论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 一语不能加 淫从不能落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传说 只不过说 用它来说明太极拳的听信 变成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说法 杨露禪之所以能够把太极拳 发扬开来 与他接下来的经历密不可分 学成之后杨露禪败别陈长新 经亲友引荐到北京授课 只是他并非教权 而是教书 当时有一个酱菜行姓张的老板 想为他的两个儿子找个师傅 教书师傅来上课 杨露禪到了张家以后 张家这个老板 就是这个东家也没有看得起他 对他很慢待 杨露禪曾经就是在这个饭桌上 于是亮了他的本事 最后惊服了这些人 小隐于也 大隐于事 杨露禪身怀绝技的消息 很快地传了开来 甚至传到了端王府里 端王府的一个王总管 王南婷王总管 王南婷本身也喜欢功夫 所以他一试 杨露禪师傅你太厉害了 我就把你推荐到端王府去了 小说里面就写说 他因为在王府里面 端王府里面工作 然而像杨露禪席权的 都是些皇族子弟身骄肉贵 哪能承受散手搏击 蹦蹿跳跃等高难度动作呢 杨露禪一想 对啊 你们来学功夫 也不是为了打架 这样好了我就把它改良 改成由内功 动作很小 小架子什么的 只是这段太极拳史 仅能将它视为野文异式 因为不仅史书上并无记载 端王载衣与杨露禪 也存在着时间差异 杨露禪是否在端王府 交权这件事情呢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年表 杨露禪过去那年是73岁 而当年以端王的年纪来说 他也不过才16岁 所以端王要请杨露禪 去王府里面去交权 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有一点点牵强 那么相传光绪帝师翁同和 顺赞杨露禪武艺所提振的对联呢 可有考证呢 所谓的翁同和写这个 手捧太极振环语 胸怀绝技压群鹰 以这样的一个句子 翁同和写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翁同和写得比他会更好 这个对子很一般 很口语化 很一般 不像是一个帝师的一个风采 翁同和是一位习才 或说是个乖胎 因为他每天都在写日记 他的日记呢 有72册 那么喜欢杨家的太极权的传人呢 他就真的很认真去翻翁同和的日记 可是却找不到这一段的记载 这些东西呢 有很多传说意识和演绎 我们也无法一一地去考证 但有一个东西是杨露禅 被近代武术史称为杨无敌 号称杨无敌 一生与人交手无数 据说母有败机 杨露禅诸多世纪 不见于正史记转 却在武林中人回忆 与武侠小说中摆花齐放 尽管或有渲染烘托 花大其实 但也印证了 先要能沉井后才能添花 武侠小说当中的角色 但凡太监几乎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尤其在金庸 《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 为了练就葵花宝典 不惜挥刀自攻 这不仅让人联想到 晚清的武学名家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 曾经有金庸迷分析 金庸创作东方不败这个人物时 所参考的原型就是董海川 相传董海川为了进入北京 肃王府当差因此成了太监 历史上真有此事吗 董海川当太监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不是和东方不败一样 为了练就上乘武功 甘愿自攻呢 八卦掌又是一门什么样的武功 继续是资深记者王卫京 成为佑的深度报道 八卦拳走的很多都是 灵转的技能 八卦掌是谁人创始 董海川八卦掌的这个由来 可能是按照我们道教 八家这样的走那个语步 可能启发而来 这有两派说法吧 一派说他真的当他是太监 因为太监才能够把这种 比较纯粹的这种内功的 这种心法练得更纯粹 葵花在手 江山我有 葵花宝典有云 欲练神功 引刀自攻 东方不败的原形会是他吗 请嘉庆四言 公元1799年 一代八卦宗师董海川 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朱甲武村 自幼天生神力 随其书董县周习武 以正直五勇 名于相礼 他的身体还不错 身形又大 又喜欢到处打猎 所长脚长的 所以董百川从小对武术 就有很多很大的兴趣 自幼习武 事武成痴 原名董明奎的董海川 之所以改名 据说是起因于他的路见不平 董明奎得罪仇家 屡遭上门寻仇 为了不给家乡族人招惹麻烦 董明奎取海纳百川之意 改名为董海川 并开始走江湖 游四方 因缘忌讳下 董海川来到了安徽九华山 传说他遇到一个云盘老祖 可能是个姓碧的一个道士 教他这个功夫 不过后来也有讲说 这个云盘老祖虚构人物 他 不过董百川八卦长的这个由来 可能是按照我们道教八家将的 走那个旅步可能起发而来 我们从八卦长来看就知道说 他的长法里面有包含了这个八卦的 乾坤震队这种这样的一个 易经的一个道理在 就可以知道他的拳法 可能跟这个道家是有一些渊源的 而且他的师从又是跟道士是有关联的 在中国的武艺里面 那么大家很喜欢把他又分内内又再分外 然后那家拳呢 行义、八卦、太极 合称为那家拳的三大门派 那其实这之间 他们彼此之间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其实拳分内外本来就不太合理 因为拳打拳到了高阶的时候 本来就算内外合一 上下合一、身形合一 很多的东西都是在拧转的部分 去把他的力量呈现出来 那其实拧转的劲呢 在太极拳里面 也是有拧转的力量 只不过说 我们就不会做得非常地明显 而是更内化一些 你已攻城 为师便不再留你 只盼你经历山下红尘的一番历练 能够有所顿 东海春的顿物 难道竟是挥刀自贡吗 这有两派说法 他真的才能够把这种比较纯粹的 这种内功的这种新法练得更纯粹 我们看那个东方不败的故事就知道 欲练神功引刀自攻 必先自攻 金庸经典 小江湖 东方不败 岳不群 林平之 为了练就 葵花宝典 和辟邪剑谱 相继自攻 但这毕竟是小说情节 真是历史上 痴迷武术的东海川 难不成真为了修炼 爵士武功 挥刀自攻吗 这个八卦掌会夹当 就是要夹那个 我们所谓的阴囊这样夹着 那有人夹一夹 就这个情绪高涨 情绪高涨 可能就不会关心练功夫了 这个关联 其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 甚至有此一说 东海川中年近身 竟是为了当太监 他犯了命案 但他年轻的时候打抱不平 他出手打死一个 就朝廷命官 这很大的罪 所以典性埋名跑到北京去 就有人去过董海川说 董先生要不然这样好了 你要不要做太监 一笔勾销重新的罪状 新朝有这个隐姓的 不成功规定 避祸说法之外 还流传着董海川近身 正是要进宫行刺 董海川受义军首领 唐赛胡委托 近身入宫 刺杀咸丰皇帝的计划 近宫行刺说 练宫需求说 近身免死说 三种说法流传甚广 但究竟何者较为接近真实 似乎可以从 八卦掌传人的撰文中 看出端倪 这也是他的徒弟 有一个李子民 今天把他写的 八卦掌名家李子民 曾以有关董海川 绅士之谜为题 撰文技术 董海川议程之后的 一段经历 董海川就是太平天国 红袖群的天生护卫 当太平天国被北京的军队 逼得差不多了 就有人建议这个红袖群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天王 就是红袖群 太平天国天王 要派一个人去刺杀 乾坤皇帝 结果他派谁呢 有人就讲说 董海川的功夫很高 就派董海川去 董海川一看 为了太平天国 我就牺牲一下 就志工到了太监 不过后来也因为 乾坤皇帝是酒色 把自己弄死了 他也会没有成功 会隐性埋名在北京 董海川的墓碑 始建于清光绪九年 西元1883年 上头木制的几句话 似乎印证了这番说法 不亦中年到司马公之故彻 进冲宦官 以及托令壮年 仗剑已从军 武功高强又遭晋升 因此有金庸迷大胆揣测 东方不败的原型 就是东海川 东方不败这个角色 是后来创造的 比他更后来 就是金庸写的时候 是很后面的 但这个东海川的故事 可能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流传了 应该是说 金庸看了这些故事 创造了一个东方不败 感觉起来东方不败 他的角色 我们在真实上 要来找的话 可能就是东海川 传统中华武术 累积的底蕴 到了晚清时期 可以说是集体的爆发 各门各派高手辈出 杨露禅与董海川 这两位宗师 可以说是当中翘楚 武林高手多半会 比武切磋 以武会友 在许多的影视剧作当中 更常出现杨露禅 和董海川比武的桥段 这两大内加拳高手 真的公开比试过吗 太极拳对上八卦掌 哪个拳更胜一筹 据传杨露禅的晚年 死于非命 甚至是被义和团的乱名 破腹而死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 真有记载吗 继续是资深记者 王卫京 陈维佑的 深度报道 高手一出手 辨职有没有 武林中人比试身手 所在多有 杨露禅 董海川 也曾像这样公开比过武吗 那我们看董海川的 故事的来源 也是形述他 说他是这个太监 所以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跟杨露禅一较高下的 太极拳对上八卦掌 哪种武术技高一筹呢 有人说杨露禅 是被破肚而死 一代宗师竟然死于非命吗 相传杨露禅与董海川的 宗师对决 始于同志年间 肃王府内道一场较量 传说董海川本人要刺杀 贤峰皇帝的 可是贤峰引死怎么办呢 我太监了 那这样好了 我潜伏在清朝皇宫里面 所以就被派到肃王府去当个杂役 原来受逢郑国将军的肃亲王 崇尚武艺 与武林中人往来平凡 这天他特意请来诸多高手 演武助兴 其中自然少不了 教授太极拳与满清子弟的杨露禅 杨露禅把一个武师打飞 那个董海川一块不行 就把清清接住再放下来 说完看大金 你怎么有功夫 这一位是太急太陡 一个是八卦宗师 两人你来我往 忽上忽下 招式变化 层层叠叠 激震方寒之际 早已将胜负置之于杜外 当时的全师武术家 真的要在比试的时候 是不想让人家看到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叶汶 当时有一个武术家 就找叶汶挑战 结果叶汶就关起门来 自家打 结果不会告诉你说是怎么样 后来说出去就说打平手 杨露禅与董海川 这对活跃于同一年代的 武林双绝以武会友 真实的历史上 可曾有过记载呢 关于杨露禅跟董海川 两个人有没有比武 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靠 除了杨露禅的传说 很多已经很少之外 其实董海川相关的记载又更少 那么他们很巧的就是 他们出生的年代非常接近 东海川比杨露禅早两年出生 他们是不是真的相遇 我们也不知道 都是他徒弟写的这个传记上面看 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推断 他们应该有相遇过 有没有比武也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正史上面 没有记载任何事情的时候 后世的想象力空间就会变得比较大 不管是杨露禅或者是东海川 其实都是一样 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想象里面 去自由奔发 但我相信说 以五公尺寺这么高的人 彼此之间的交流 互信心相喜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只是在晚清武林 南逢敌手的杨露禅 竟有着死于非命的传闻 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说他破肚而死 相传杨露禅因长期 为满清贵族效力 成了义和团的头号罪人 满清在最后的时候 很多传言跑出来 说有人说杨露禅 是被义和团给破肚而死 这个就很奇怪 因为义和团也是帮满清的 他也在帮满清 他们两人之间 有什么利益上的问题吗 关于这个传说 我们只要把年代来拼头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无稽之谈 杨露禅过世的那一年 是1872年 儿子杨班侯过世的时候 是1890年 那发生义和团事变 庚子事变 就是八国联军 那个时候是1900年 所以这时间就相差了 十年到二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实在是一个无稽之谈 那么真实的杨露禅 又是如何辞世的呢 以古时候的人来说 杨露禅活到了73岁 那73岁 其实要说是无稽以恶中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尽管武林宗师们 真实事迹 已无从考证 但他们的武学轨迹 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 其影响力还在持续 后人的景仰 加上小说家的演绎 为武术宗师增添了不少 一针一换的色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另外我们的Podcast 也已经上线咯 欢迎您下载收听 我是曾伟 我们下次再会